Mate 40 Polo跌至谷底,仍然无缘问津 Hello大家好,我是华强北阿赖 每天我都会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手机市场淘机 顺便带大家了解一下部分机型的行情 一年一度的618狂欢节又准备到了 现在各大电商平台的优劣力度可谓是史无前例 一台苹果13全新机价格低至4600就能买到 手机行业内卷真的是太严重了 我们来看看华为的旗舰机型Mate系列行情价格怎么样 首先是华为的Mate 40 Polo Mate 40 Polo外观是有两个版本 分别是续皮板和玻璃板 在我手里的就是玻璃板的密影色 有轻微的磨砂手感,不会太滑 摸着非常舒服 6.78英寸的大屏幕 音量键也没有继续沿用Mate 30的虚拟按键 而是采用了非虚拟按键的方式回归了 确确实实拉低的误去感,增强了实用性 搭载最新的海斯麒麟9800处理器 4400毫安的大电池,支持66瓦快充 像我手上的这种无扣碰无滑痕外观橙色嘎嘎亮的机子 现在8加256的市场行情价在4000去头的价格就能拿到手 我们再来看一下Mate 401 Pro Mate 401 Pro可以说是Mate 40 Polo的阉割板 搭载麒麟9000L6核驱离器 性能参数上会弱一些 在电池上同样是4400毫安的大电池 搭配66瓦的超级快充 半小时可充至85%的电量 可以升级使用鸿蒙系统 我手里的是亮黑色 也是一样的玻璃背板 这款黑色我发现非常好看 这种黑已经接近于陶瓷黑了 虽然说没有陶瓷黑那么混沌 但是整体非常的好 非常透亮 非常的有质感 像我手上的这种无颗碰无滑痕外观橙色嘎嘎亮的机子 现在8加256的市场行情价在3000的价格就可以拿到手 还是很优惠的 再来一款就是Mate 301 Pro 同样是Mate 30 Pro的阉割版 支持双卡双带全网通五株 手上的这款是皮革后盖的单狭层 手感非常好 像我手上的这种无颗碰无滑痕外观橙色嘎嘎亮的机子 现在8加256的市场行情价在3250就可拿到手 最后感谢各位似伙伴的支持 我会用心选好每一台机器 服务好每一位客户